我是雅根堂 陳全華牧師 在今天這麼大挑戰的世代 這個世界很多的聲音令到我們很混亂 我們必須回到基本步 就是神的說話 聖經說得很清楚 神的說話是我們腳前的燈和路上的光 我們今天更加需要從神而來的啟示 讓我們懂得走每一天 不僅如此 我們可以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國家的弟兄姊妹 一起聆聽同一篇信息 一起領受上帝在今天這個世代 跟我們所說的說話 何等的寶貴 何等的合一 何等有價值 特別在四福音裡 講到耶穌基督用比喻 向我們解明這個救恩 所以特別在大齋期 越苦期裡面我們更加明白耶穌 對我們發出的呼喚和救恩 所以非常值得去聆聽 在不同的地方 因為這個運動 他們生命都被改變 未信的信主 信主的得到生命的轉化 大家不用考慮 上帝的時間 我們的把握 在這個世代 我們需要合一 走在一起 一起聆聽 並且將上帝保衛福音 帶到我們和我們的教會 和我們弟兄姊妹當中 一緣運動 一起參與 下差別 往下 時 估計 上帝